去地中海或者是加勒比海最兴盛的旅游方式 就是搭着巡回式的邮轮观光 而现在邮群台商为了打造东方地中海 特别引进了豪华邮轮的观光行程 在这金碧辉煌的邮轮上欣赏海天一色 还可以尝尽各国美食 而更特别的是 豪华邮轮还会首次航进金门 马祖跟澎湖 续日出身 郭平如镜 犹如一个移动城堡 缓缓地航行在海面上 从海上望向陆地 岛屿风情一幕又一幕 就像是进入明岛的异想世界 属于英国船队 动辄14层楼起跳 世界顶级豪华邮轮 内装一艘比一艘还要金碧辉煌 走进宴会厅 交仪厅 剧场 赌场 就好像进到阿拉伯烫金世界 不用换房间 不用拉行李 它所有的设施都在这个船上 所以它是等于一个移动式的一个度假城堡 光是载客量就相当于五架波音747飞机 船上900位工作人员 几乎一人就服务两位顾客 24小时的客房服务 有着回到家的舒适 很适合四代同堂 三代同堂 这个带着全家族的跟朋友一起到游轮上 你可以跟家里人享受天伦之乐 各国美食更不在话下 日本神户出发的国际邮轮 餐点里就少不了现煮的拉面 另外牛排 烤鱼 三明治 中西式餐点 应有尽有 光是甜点阵仗就高达20种 简直是身材的大考验 它在14楼顶楼有一个非常好的自助餐厅 也是差不多1000个人左右的位置 那这主餐厅 自助餐厅以外 它还有点心餐厅 点心棒 然后下午还免费的提供冰淇淋 让你无限的来吃 所以这里面有提供了很多的点心 24小时 你在这一艘船上 你都可以享受到美食 搭着邮轮 领略海上成婚之美 已经成为旅游趋势 政府鼓励台商回国投资 于是在世界各地打命的台商们 就将海外旅游经验作为参考值 一块组成旅行社 希望将外国观光客带入台湾 增加台湾的观光能见度 集合了126个股东 集资的净益 一亿的资金 那我们当然初期的时候 就以这个后面的背景 这个游轮来作为我们旅行社 首要的努力的目标 豪华游轮就像是把五星级度假村 搬到海上 想要吃喝玩乐 接运动休闲 一样都不少 在甲板上还可以充分享受日光浴 边游泳还可以边看世界杯足球赛 夜晚更成为星空舞台 海外台商希望把国际游客带到台湾来旅游 所以我们在9月10月的时候 我们承包了这一艘同样一艘的这艘游轮 20天19个晚上 我们规划了五个行程 游轮玩法通常是航行到一个城市 就会下船玩一整天 傍晚登船继续下个航程 这次航线规划 除了玩日本的神户宫崎外 还可以从基隆登船 经三亚再到越南下龙湾 其中最难得的航线是 从基隆登船 带你玩澎湖金门马祖 这算是国际级豪华游轮 第一次挺进离岛 金门马祖那种占地的气息 非常吸引欧美的朋友 澎湖又是有东方夏威夷之称 这么好的一个条件 对欧美的观光客来讲 他们是有吸引力的 但是这二三十年来 为什么金门马祖澎湖 都很少有国际观客到那个地方 第一个 飞机是小飞机 第二个 饭店的等级顶多到三颗星 没有办法符合国际观客的需求 所以交通跟住的饭店 是离岛的致命商 那刚好我们把游轮引进来 刚好弥补了这个缺失 我们最主要的希望 不是把台湾的游客 送到国外去做游轮 我们是希望借着引进游轮 把国际的游客带到台湾来 在台湾消费 对台湾的经济能够有一些具体的贡献 无论是地中海还是加勒比海海域 都相当流行巡回式游轮 游客上架案后 可以再换搭不同艘游轮 继续航程 因此台商们终极目标 就是打造出 以台湾为中心的国际游轮港 如果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定期航线之下 我们可以推动花莲台东的 不但是观光之外 也把农产品 透过了这个定期的国际的航线 来创造一个太平洋左岸的经济 夏天以基隆花莲为母港 入冬就转移阵地到高雄 让台湾周遭海域 成为东方地中海 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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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印度 今天的节目内容 您都可以在脸书的 台湾一千零个故事粉丝团当中 得到所有的详细资讯 每个精彩人生都在台湾一千零一个故事 说不完的故事让海英慢慢说给你听 别忘了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